大家好,我是Den 前幾天公開Cover Rain JYP的預告片 讓我們笑翻的TWICE 太陽恰 在昨天公開正式影片後 卻引起了抄襲BLACKPINK 韓服的爭議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昨天 太陽恰恰的NAROBA GUJA MV公開後 馬上就有部分網友們質疑 MV中 太陽穿的這個韓服 跟好友來對MV中激素穿的韓服很相似 確實是很相似 重點是激素穿的這件韓服 不是本來就有在賣的款式 而是造型師買完飾品後親手製作的韓服 也就是說這世界上就有這麼一件的款式 在MV公開後 這位造型師也在IG發網表示 哦?我沒製作過的我設計的圖案服裝 對這個爭議 卑微譬喻了在今天早上馬上回應 TWICE的韓服是在韓服廠商購買的產品 沒有事先認知到相似性的部分 真敢歉意 目前已向造型師說明情況並道歉了 之後會更加注意 絕對不讓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不是 真的可能會在買的時候不知道啊 應該是抄襲後在賣的廠商錯誤吧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 當時在新聞都不知道出現了多少次 造型師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話 這也是個錯 真心丟臉 能不知道嗎? 這樣留言的人是覺得 GYP是故意想愛罵所以才抄襲的嗎? 路人或是別家粉可以不知道 但是造型師不知道就不行 尤其還是買來的 真的不知道所以才會說不知道吧 只是為了粉絲們製作的CoverMV 真的沒有必要會故意抄襲的 不知道就是無能 知道了就是抄襲 GYP真的要開除造型師吧 這程度真的是害了團體形象 就算是造型師拿來的 塔香真的會不知道嗎? 真的是給什麼就穿什麼嗎? 連我們都會不喜歡跟別人穿一樣的衣服 頂級女團的成員會想穿別家女團的服裝嗎? 用腦子想一想吧 我是Blink 但是這個真的不是塔香的錯 只是覺得GYP真的沒有在好好工作 真的是沒有好好工作 造型師 不是隨便在街上帶一個人來就可以做造型師的 而且還是大公司的造型師 更是會有一定水準以上的專家 所以關於服裝 大部分的藝人或者是公司 會全權交給造型師們相信造型師們的選擇 今天確實是GYP娛樂的失誤 所以會馬上公開道歉也向造型師本人道歉了 當然不是說道歉就沒事了 但是就像那位網友的留言一樣 我個人也是絕對不會相信 女愛斗自己會想偷偷的穿別的女愛斗穿過的衣服 為了粉絲們製作的Cobra影片引起這種爭議 塔香欠羊應該也會非常傷心 所以做錯的部分是做錯的 盲目的護航絕對只會害了自家愛斗 只是希望我們大家能夠論事就事 不要上升攻擊到藝人們 以及跟這件事情沒有關係的工作人員們 總結一下就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國籍的K-pop愛斗們 我們來看一下日本國籍的K-pop愛斗 它是我來看幾道的K-pop愛斗 K-pop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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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 祝大家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為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姊子外甥們 準備了紅包 給不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